長輩們隨著音樂練習時只健康操 議員藍月雪帶領的左岸關懷協會 在人和禮活動中心辦理關懷據點 每個禮拜教導不同的課程 鼓勵獎者們樂靈學習 樂靈生活 左岸關懷協會特別開辦我們的關懷據點 陪伴我們的長輩 也陪伴他們度過這個很退休後的一個生活 也帶他們進入我們的一個日常生活當中的 不管是健康也好 還是我們的保健也好 甚至於是我們通常的一個基本常識 急救的基本常識 都來教導他們 那看到每一位長輩學得很開心 那我們每一個禮拜所設計的課程都不一樣 也相當的多元 相當的活潑 那麼我們這個禮拜是教大家做實質健康操 那麼帶動他們這健康操對我們身體的一個健康的重要 任前左岸關懷協會 教導社區民眾 CPR的相關知識 以及訓練實質健康操 接近他們急救保健的觀念 以達到嚴年易壽的目標 同時也可以讓長輩們有互相聯誼的平台 拓展人際關係 來參加賴院學一羽人班的成長 左岸學習成長營 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現在的CPR 非常對人生 我們在路上看到魔夾 我們可以救別人 也可以救自己 非常的有意義 內容非常的豐富 成長學院那個關懷據點 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我們來這裡學到是健康操 保護眼睛或是心血管疾病 都非常的好 有意義 我們希望每個禮拜有時間 我們都盡量來 來參加 左岸關懷協會 平常熱心投入公益活動 並設置關懷據點 提倡健康學習的老年生活 藝人賴燕雪希望 有更多民眾多加關心社區長輩 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心力 我想我們協會的團隊跟我們的志工 都用最迅速服務的一個態度 來為我們的長輩做最佳的一個服務 讓我們的長輩覺得說 老有所中 過得有尊嚴 他們的快樂健康都有人照顧 我想這是盡一份一己的力量 也希望說社會能夠多多的 來參與這樣的公益活動 讓我們的長者呢 活得更開心 更快樂 我相信長輩的健康 就是讓我們的後輩能夠無後顧之憂 這也是減輕我們政府的壓力 所以左岸關懷協會 會在這一兩年來 不斷的來做社區的一個生根 包括我們的一個服務 弱勢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的關懷據點呢 成立到現在短短的幾個禮拜呢 也獲得我們長輩的熱烈迴響 期盼有更多關懷長者的年輕朋友 加入左岸關懷協會的行列 用行動為社會公益貢獻 民意行為黃佳彥 南投採訪報導 讓我們到處理一下 我們到處理一下